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伯妃子一笑 真是兴师动众 劳民伤财 唐玄宗李隆基 魏伯贵妃欢心 每逢荔枝时节便下令各地驿站快马加鞭千里持故 那马快到什么程度呢 只看到滚滚烟尘却没有看到猎马掠过 七日便到达长安 那荔枝先到什么程度呢 表皮上还带着露水 这样的速度 这样的保鲜技术 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能够实现吗 张扬 复古玩具的收藏者 也是一位研究历史细节的发烧友 对有历史年代感的物件和故事 深深吸引的同时 他对历史故事里的某些细节充满好奇 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确实如此吗 长安回望绣城堆 山顶千门次地开 一记红尘 妃子笑 无人之事 荔枝来 这首过华清宫绝聚三首是晚唐诗人杜牧的一首诗 选取了为杨贵妃飞骑送荔枝这件事 结合这首诗和其他相关的历史记载 我们对事件中的几个环节充满了疑惑 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三个疑点 1点1 运送荔枝的起始过程是怎样 1点2 运输速度如何 1点3 古代保鲜方法的效果如何 带着这三大疑问 我们将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辗转北京 内蒙古两地 辨访专业领域的高人 从距离 速度 保鲜三个维度 探寻皇家快递 飞骑送荔枝的细节和答案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疑点 首先 要知道运送荔枝的起始过程 我们就要明确杨贵妃吃的荔枝产于何处 为了寻求准确的答案 我们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后陈黛 向她求证关于杨贵妃吃的荔枝出处的问题 它主要的产地在于两广 东广西 还有福建和海南 其次云南和四川也有种植 但是面积就很少了 因为之前那四个省 它占了整个产量和面积的98% 据陈黛介绍 一篇出自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龙和蔡东周所写的 关于杨贵妃所示荔枝共地考验的论文提供了两种观点 宋人苏东坡和袁明清的人多认为产地是重庆福林 而以杜甫为代表的唐人则多认为荔枝是来自岭南 即今天的梁广海南和部分福建地区 依然这个逻辑如果从福建或者梁广运送的话 按照当时的运输条件 四五千里的距离就算是唐代驿站再发达 千里持共日行五百里的极限 七天肯定也送不到 所以我觉得杨贵妃吃的荔枝应该来自别的地方 日诞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 岭南荔枝的确闻名 在唐人的心目中 杨贵妃所示荔枝来自岭南 既符合荔枝长途传供 伤蛇名利的故事 又符合了识人讽建朝政的用意 排除掉岭南的选项之后 陈黛又提供了一个佐证的心思路 对于杨贵妃来讲 我们首先要知道她是哪里的人 因为她到长安也是她之后的事情 从生长环境入手 或许可以解开杨贵妃的荔枝情结源于何处 旧堂书 杨太真外传等 军指名杨玉桓的父亲为杨玄严 曾任官蜀州私户 蜀州及今天四川省的重州市 另外有唐国识部记载 杨贵妃生鱼鼠 耗食荔枝 与其父蜀州任职的史识相符 这就推断出杨贵妃喜好的荔枝 很有可能来自她幼时生活过的蜀州附近 而今天的荔枝产地之一 重庆福林就在这个范围内 可以说蜀地是她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儿时的生长环境 所以说相当于她的家乡 老家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它可能是相对于岭南的荔枝 它对于蜀地的荔枝更有一个情结在里边 家乡的一个情结在里边 从小是一个童年的味道 对 对 对 荔枝的生长的话 它有一个生产条件 现在中国荔枝的话 主要是生长在北纬18度到25度之间 这个它能达到一个生产条件 就是说年平均温度在20度以上 然后大于10的积温 一年加起来的话是在7000度以上 这个地区才能适合荔枝的生长 陈博士告诉我们 由历史气候研究可知 唐代是中国的一个暖期 气候比现在温暖 北纬30度以南的宜宾 卢州 乐山和福林四地 在当时荔枝产量也很大 而且质量很好 知道了荔枝从何而来 我们又陷入了另一个思考 从重庆到长安的一期红尘 到底走的是什么路线呢 据旧唐书 新唐书等史记记载 唐天宝年间 唐玄宗为满足宠妃玉环 时新鲜荔枝的喜好 颁指修正福州到西安的道路 从福州至专艺 换人换马接力快速传送 建起一条专攻荔枝运输的一道 后被称作荔枝道 全程一千多公里 我觉得要知道这里的荔枝如何快马送往长安 首先就得对穿闪之间的地貌和交通 做一下了解才能再做分析 孙律 地理人文知识发烧油 热衷于地理人文历史设计表现三者相结合的研究 孙老师 想跟你了解一下 当时吃荔枝的杨玉环 因为它不是在长安吗 但是荔枝要从四川这一带 就大概重庆这一带 要一直运到长安 那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 会经过哪些这种地貌 地理环境 应该是什么样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称的四川 其实主要是指四川盆地 然后四川盆地内部其实是分为多个区域的 比如在龙泉山以西 就是现在所说的川西平原 这个也是四川最富属的地区 长都就位于这里 然后在龙泉山脉和华津山脉之间 是川中丘陵 华津山脉以东 是很多高山峡谷组成的一个山地地区 现在的重庆 主要是指的是川东的山地这个地区 对 然后当时的福州 现在属于重庆的长寿区和福林区 针对立之道 孙老师给我们做出了专业的解答 唐玄宗室的立之道 自今天的重庆市长寿区长寿湖畔出发 大体一巡S102 S202省道 沿明月山北上 至开江县蒋志镇 向西绕过明月山 利用开江县新宁河 穿越七里峡山入宣汉县 沿宣汉县周河在达州罗江镇 转入G210国道 先后穿越大巴山和秦陵 抵达关中平原 全城约一千八百余华里 湖中有着川东平行褶皱山脉 和秦巴山地的阻隔 立之道不作强行翻阅 而是巧妙地利用天然河谷 突破了这些障碍 经过分析 我们确定了杨贵妃所是荔枝 应产于福林一带 通过古时荔枝道运输 先经大巴山 后番秦明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蜀道南 尽管用专用的荔枝道 但要保证荔枝的新鲜度 就必须保证皇家快递的速度 那么当时的运输速度 到底如何呢 根据诗词描述 千里送荔枝的人 七日夜至长安 人马俱毙 除了七日之说 余地寄盛 以杨川志记载 杨贵妃是生荔枝 赵义自福林 由达州取西乡 入祖谷至长安才三日 色乡俱未变 三天的运输时间 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 就是这个过华前宫的 第一首就是讲的 一旗红尘妃子孝 我们就会想到 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 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 甚至送到华前宫 那么就涉及到了 唐朝的义的制度 义出现得很早 这个我们有明确记载的 可能就是 比如说汉代的 传和治也都是义的前身 到后代的像游和地 也都是义 那么这个义到了唐朝的时候 发展得更加完善了 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 比较广阔 需要有这么一个 交通的体系来支撑 另外一个就是 唐朝的法律制度 非常的完善 它会用法律上 规定各种制度 来保证这个意志的 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驿站是中国古代 传递官府文书 和军事情报的人 或来往官员 在途中时速换马的场所 大家看啊 这儿呢 有几个双马石 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 那这些驿站 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 机密的东西 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 全国一共有1600多个驿 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 包括是有鹿驿和水驿 按照法律规定的话 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 但是如果你是偏离地区 比如沙漠地区 就绿洲的地方 它才能设一驿 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 唐朝的法律里头这个规定 就是如果你要称一驿的话 要日行六驿 以一驿如果是30里的话 就是一天是180里 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级的这么记录 500里加级是有 就是一般来说摄书 就是大摄的时候 这摄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 就是摄书日行500里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 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 普通公文和物品 一昼夜形成180里 紧急公文和物品 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 一昼夜形成 从300里至最高500里 普通和紧急的区别 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 和摩托车的区别 但是古代有日行500里的马 马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带着一问 我们拜访了内蒙古的一个驱马场 历来人们大多认为 千里马泛之好马 所谓千里只是个虚数 然而古代人却在古籍文献中多次提到 他们的千里马实实在在跑出了千里的距离 如果以千里为参照值 那么和今天的赛马相比 哪个更快呢 过去那个汉雪宝马是咱们国家的吗 还是国外的 汉雪宝马是 现在来讲就是土和曼潘那个地方的 是国马 国马 对对对 像新疆那后现在也有一些 像伊利马也有汉雪宝马的这个 它有些基因在里面 那科生这种普通马确实有区别 对 汉雪马它呢 就是说是 它相对来说比较漂亮一些 而且就因为它的数量很少 所以它显得比较珍贵 如果千里马日行500里的话 每小时的速度就要达到近21里 也就是每小时约10公里 速度还是挺快的 对对对 这是全速跑 您觉得这个时速大概得有多少 这时速我觉得应该能有达到 每小时55公里 55公里是吧 那它这个马是什么品种的马 这马是鹰醇雪 鹰醇雪 鹰醇雪 就是现在速度在马 都是用这个品种的 那是鹰醇雪 是现在目前所有世界上的马种当中 速度最快的 对对对对 唐代驿站的这个翼马呢 我认为主要还是我们现在 所能看到的那些 比如说六村到现在当时的一些 绘画作品呢 或者是壁画当中 所描绘的那种 标肥体状的一些高头大马 在史书当中呢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线索 他们选择的是叫做剑马 就是撞剑 擅跑的马 那么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呢 比如说在山路崎岖的地方 在江南 岭南 这种属世之地 这些地方呢 是不便于乘大马的 那么唐朝政府规定 在这些地方的驿站 要配置属马 这个属马呢 是什么呢 它就是以它的这个产地儿得名 因为它生产于属地 也就是说现在的四川 史料记载呢 说成多府出小寺 它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特别的小 但是呢 它擅长在这种 比较崎岖的路上 这种行走 虽然唐代驿站的马匹速度 不一定赶得上现代的赛马 但是它们也有自己的优势 就是对地理环境的充分适应 可以想象 如果要是真正能按照 日行500里的话 到长安用个三四天的样子 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它是一般是不换人 是换马的 每匹马它顶多也就跑30里嘛 最快的速度跑了 那么人是不换的 那么这个人呢 就要求肯定是个骑马高手 因为身体也很强壮 御马的能力 温波的能力各方面也都很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是能够实现的 最好的骑手 配上适合不同地理环境的马匹 以最快的速度30里换成接力 三天将荔枝从福林送至长安 是有可能的 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 我们看到在当时 至高无上的权力干预下 有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也是能够完成的 要保证荔枝送到长安时 先路欲滴 除了快 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保鲜手段呢 一千多年前的古人 到底对荔枝做了些什么呢 关于食物保鲜呢 在网上查到了几种方法 比如说美国呢 有一种方法叫可食用性的水果保鲜剂 那日本呢 有一种方法叫塑料透湿性的保鲜膜 我就想知道 在唐代的时候 古人究竟有没有对食物保鲜的技术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 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 果品铸藏史上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 那么有些农业学者 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他们认为 可以用磁壶来进行装运 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 装进磁壶盖上壶盖 这样的话呢 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 同时呢 这个磁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 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发生擦伤的情况 而且壶它也比较的硬 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 除了磁壶这种保鲜方式呢 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 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 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 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到京师的 无论是磁壶还是竹筒 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 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 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 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 使它这个氧的含量降低 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根据专家的描述 以及查阅关于古时荔枝保鲜技术记载的书籍 我们准备到农贸市场 来些新鲜的荔枝 在工作室里进行实验 在广东新语当中介绍的一种藏荔枝法 书中是这么写的 旧树摘完好者 留地寸许 蜡蜂枝 基本上就是选一个 比较完整 保存比较好的气敏 因为当时用的是 这个坛子类的 我们方便于观察 我们今天选的是玻璃气敏 然后把这个盖打开 荔枝要把上面这个地剪掉 就是这个树枝剪掉 留成这样 然后把这些荔枝放进去 然后用蜂蜜水 调成蜂蜜水 把这个气敏灌满 这里面就是完全的蜂蜜水和荔枝 然后再把这个盖封上 外面用辣包裹好 这样储存数月 数月之后呢 这个味道依然是很鲜美的 另外一种方法呢 也是古书记载 这本书叫荔枝谱 书中是这么写的 乡人常选仙红者 鱼林中则巨竹 凿开一穴 智利林中 什么意思呢 就是选过去的 这种很大的竹子 凿开一个洞 然后把荔枝放进去 再用泥土把它封上 储存数月之后 它的味道依然是很好吃的 七天已经过去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尝尝 这两种用古法储存的荔枝 味道怎么样 这个蜂蜜的水已经非常的浑浊了 现在我们包开一颗尝一尝 能看到汁很多啊 看这个状态还不错 首先汁水很多 但是它颜色上我觉得比之前 鲜荔枝的时候要稍微发暗一点 因为毕竟已经七天过去了 那我们现在尝一尝 这个荔枝的味道到底怎么样 味道相比之前鲜荔枝的时候 还是要差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吃 那个方法适用 但是具体它究竟能保存多长时间 这个不好说 下面我们来试试荔枝蒲里要求的方法 能看到这个土啊 有干的地方还有湿的地方 它这个长时间经过一周 每天是要反水的 所以它没有干透 没有关系 我们来把这个土敲掉 那么荔枝蒲里介绍了 以黄泥封住竹筒的方法 保鲜效果如何呢 有很浓的荔枝的清香 还有泥土的味道 颜色比之前要暗一些 荔枝味依然很浓 甜还是比较甜 但是整体的感觉不如之前鲜荔枝味道要好 有点像现在我们把荔枝放在冰箱一揉之后的味道 就是这个感觉 这两种古法储存的荔枝 显然无法满足贵妃求仙的需求 那么当时是如何做到 让横跨千里几日的荔枝 仍然保持鲜路欲滴的呢 我想其实可能最简单的还是用冰 更容易实现一点 因为唐朝跟历代一样 它有藏冰制度 既然可以制冰 那么在保鲜的过程中 用冰来保鲜是最简单 而且最有效的 通过实验和专家提供的资料 我们看到 古时候保鲜的方法很多 也许多种方法结合使用 在驿战制度的保障下 杨贵妃就能知道色香味俱佳的荔枝 一切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识荔枝来 虽然这是个讽刺古代腐败 朝政的故事 但它也从一个侧面 让我们了解到古人的生活智慧 无论是修建千里持共的荔枝道 或是建立完善发达的驿战制度 还是在没有低温条件的情况下 发明了实物储存技术 这些都为后世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